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猫眼评分也涨到了9.2分 大人物的票房也是一路上涨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1月13日12点54分 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的大观电影中 王千元饰演小刑警孙大胜 鲍贝尔饰演富二代赵太两人之间 各种对手戏观众们也看得十分过瘾 特别是鲍贝尔 以往他的形象大都是喜剧角色有着标志性的光头 这次在大人物中 鲍贝尔留了一头长发表现凶神恶煞 真的是相当吓人了除了主演外 鲍贝尔串演员的亮相也给了观众们惊喜 比如潘月明与乔振宇 其中 潘月明在电影中饰演潘月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